继续关注 雪州大水灾的官方救灾行动一直被炮轰 山山来迟 日前更被指呼吸万金五级达东原住民村的灾民 不过社会福利局严正驳斥了指控 强调当局一直都妥善的安排和照顾当地灾民 社会福利局发文告指出 原住民村灾民原本是由原住民发展局 安排到五级达东国小避难 但是随后灾情恶化 这个临时救灾中心也被大水淹没 因此天灾行动控制中心劝请灾民转移到拉伯和达刚国小救灾中心 不过有部分的灾民不愿意离开家园 当局也尊重他们的决定 并在当地度假村设立帐篷安置他们 刮拉冷月福利局随后也登记 以及派发物资给所有灾民